大飛看天下 南非搞局 現在中國成為了這次的理輝 訪問基輔 接著去德國 去法國 去波蘭 接著去俄羅斯 已經成為了笑話 習主席他們說的 希望在和談這件事上做出貢獻 最重要的是我們中國是一個中立國家 即是說各打五十大板 我做和事樓 各自拿出一點點的利益 既然是這樣的 我們已經知道這次的和談 基本上是不會達成成功的 而這種的做法其實也是傾向俄羅斯 為什麼? 習年斯基說明 不會以土地 不會以主權交換和平 不單是這樣的 習年斯基去見蘇爾茲 即是德國 蘇爾茲是這樣說 只要習年斯基他需要的武器 需要任何的幫助 他都會全力支援 只要習年斯基在和談路上 如果得不到習年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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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應 基本上德國是全面支持的 就是說 你們都不要跟歐盟講任何事情 習年斯基是決定了 究竟跟你普京和不和談 如果這樣的話 基本上 就是這一次的李輝 李輝去來都真的是浪費機的事 因為李輝他本身就是俄國通 但是實際上根本上是沒有辦法可以談下去 為什麼? 因為習年斯基說明 和談是建基於你將所有的土地 甚至包括克里米亞套出來 如果不是根本上不能談 那當然 這一次李輝 他是去到沃蘭 中方始終秉持客觀公正立場 積極勸和速談 北京表示 李輝這次訪問的目的是就烏克蘭危機 政治解決與各方舉行溝通 不過作為莫斯科的親密盟友 中國尚未公開譴責俄羅斯入侵烏蘭 而最重要當然是李輝 李輝去到烏克蘭的時候 直接給烏克蘭大使說明 如果要和平的原則是建基於尊重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強調基庫方面不會接受任何涉及各樣烏克蘭領土的建議 不為然烏克蘭不需要為了調解而調解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烏克蘭高級官員 向發申社表示 以犧牲烏克蘭為代價而妥協的結束戰爭 是根本行通即是跟你說 你說都廢話都廢話都廢話 那你說如果你要普京全面撤出的話 根本亦不可能 因為代表他這次的特別軍事行動是失敗告終 如果是這樣的話 怎樣跟俄羅斯各方的軍頭和利益者和人民交代 必然會四分五裂 在這樣的環境 就是說你李輝日百行 德國法國英國不停地說 哎呀希望習主席在俄烏的和平路上爭取得更加多 他要的不是你跟他談 是要你經濟封鎖俄羅斯 令俄羅斯作出讓步 但是對於中國來說 難上加難 在這裏多了一個國家 那個國家就叫做南非 南非即時宣佈 宣佈訪問幾乎 為和平作出努力 還不止自己去 始終都是主權國家 六個國家帶領 包括江國 埃及這些 我們去咯 不單只是這樣 其他路都不去 總之先去國蘭 再去俄羅斯 發揮和談的作用 這六個這樣的非洲國家 在這個時候 只是擺明 想在俄烏戰爭上分一杯羹 但是大家都要明白 根本上是不可能的 沒有人可以影響這一場俄烏戰爭的中國 除了澤連斯基 今時今日 美國都不可以 就是這麼大 因為他們已經見到勝利在望 普京必備打敗 所以你看到南非講這次 除了給點顏色 中共體武作的金書五角 現在中國要走去做和平大使 這頭剛剛到 還未去法國 德國 波蘭的時候 你就已經決定出訪 接觸先登 你擺明 明知道這件事未必能夠成功 但是 必定不能成功這個和談 但是在這裏 南非擺明 就是要落習主席面 為什麼 為什麼落習主席面 一字那麼淺 因為之前 因為之前他說 哎呀 我們要用人民幣結算 我們要用一種替代的貨幣 那就當然了 你要用人民幣結信 今晚一人不收聲 都和大家慢慢講這個問題 結果 美國馬上說 嗯 我見到南非 南非 竟然有一隻船隻 停在開普敦的港口 那些就是軍火買給俄羅斯 即時嚇到南非總統和南非的反對派 賴了市 我們馬上調查 我們馬上調查 調查只不過是藉口 接著 過了不夠兩天 美國就公佈 嗯 南非這一次的行動 就是這隻裝備軍火的戰船 不影響俄烏戰爭 即是放你一馬 接著 南非即時 啊 帶領六個國家即時要訪問 沃克蘭 為什麼呢 即是說來到這裡 很怕美國的制裁 它見到的 見到的當然 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如果沒有中共的支持的話 它已經輸了 現在是苟然殘喘 你說了 南非哪裏經受得起 大家的經濟體都不同 何況南非是一個貧窮國家 以前的種族隔離政策的時候 它是南非製整個非洲的火明珠 經濟也好 每一個都OK 第一個 聽著 第一個 即是高科技 第一個 所謂的 內臟移植手術 就是在南非舉行 但是很可惜 爭取到民主 爭取到自由 結果 在現在的議會上 全部敗青江 接著大家全部都變成了 國家的主人 不停地伸手去拿 我福利 導致南非現在今時今日 道賊如夢 白人撤出 有時候都可悲 所以世事就是這樣 南非根本上沒有任何經濟實力 它打算拆住中國鞋 拆住俄羅斯鞋 金磚五角 早前也說 打算退出羅馬協定 讓普京可以直接參與八月份的金磚五角會議 結果他們否認了 現在 當美國踢爆 有軍事聯繫的話 那它怎樣 唯有即時投降 俄烏這個和平 我們又開 還要率領其他五個的主權非洲國家 但是這樣做 令到現在 中共更加難堪 南非一個人屈尾十 已經站在美國那邊 這次的做法你也看不到 包括中國 中國還有幾聲回想 在歐洲國家 但實際上 南非表態 你有沒有見到烏克蘭 你有沒有見到俄羅斯 說一句 你有沒有見到西方國家說一句 說支持它 沒有 因為他們都知道 一場 小丑對決 放在這裡 中國現在騎虎難下 再有南非搞局 這場戲很難看 我們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最終Share 訂閱 課金看廣告 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比賽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